感恩大慈大悲观星普萨 感恩大慈大悲台长 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麻烦台长帮我妈妈看一下 她是三五年的猪 三五年的猪是吧 对 看她的心状 还有她肠胃 看到了 还有她大腿 身上有个男的 是吗 个子也蛮高的 下巴壳比较大 她的心脏现在气喘不过来 对呀 然后手脚放麻 我告诉你啊 她 很大的问题 她的脑子有血酸的形成 对 以前中风过 看见吗 感恩师父 五三年属什么 三五年属猪的 肠胃非常不好 有节节 聚在一起的 我看到她肚子上好像还有过小刀疤 对 对 她以前皆渣的 看见吗 感恩 她有一段肠子非常不好 这颜色整个就是偏黑的 也就是说有点像人家萎缩腐烂这种感觉 所以你要叫她吃东西要当心 她吃全素了没有啊 她现在基本上吃了但是 你要叫你要叫她吃全素 好的 她不干净吃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她属猪的是吧 对 而且她的泌尿系统小便非常不好 小不干净 尿瓶尿急 是的 而且四窗还有 对 她每天要打水才能拉 讲得这么好鼓掌声都没有 鼓励鼓励的 你这样的话我明天怎么看图腾啊 好了好了 谢谢 太长 她心脏这个毛病是不是 我看看啊 要开刀呢 她有可能要挂支架的 是吗 她已经开过这个爱肩瓣这个 我告诉你 她这个心脏靠 靠当中偏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已经整个跟下面那个血管啊 肠胃血 这个心脏血管粘住了 她不是太好 你赶快给她吃那个单身片啊 单身片活血化鱼的呀 她的血很不干净啊 你知道吗 她这个脖子上啊 我现在看她图腾啊 这个脖子上啊 有很多一颗颗长出来的这种小肉的东西 是吗 你看一看 没办法 太长 那要不要开刀呢 我们如果念小房子 她现在几岁啊 她84 哎呦 八十四一个大节哦 她什么时候过了八十四的什么样 她是三五年三月五号的 现在是过了八十三 哎呦 没有 你看过我爸爸已经上天了 她在御节天做个文化 那有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她的父亲啊 就是下巴壳比较大的 很高啊 人很高 是不是她哥哥 对 人很高的 她哥哥我想她在美国去世 鼻子蛮高的 哦 她在美国去世了 好了 我告诉你 现在她哥哥告诉我 Message告诉我 OK 她的哥哥曾经赞助过她 就是帮过她忙的 给她钱过的 帮过 她说没帮过 你老实点啊 帮过你没有啦 她说没有 她晚上来找你 我不管啊 你说老实话 也许不是她哥哥呢 她哥哥也是像瓜子脸 我告诉你啊 我再给你讲个特征啊 颧骨有点高的 是她哥哥吧 她哥哥和她脸很像 对啦 颧骨啊 很高啊 人很高的 瘦瘦的 瘦瘦的 有颧骨 OK 眼袋这里比较黑 脾气很大 对 没给她钱了 以前的家都给她败了 给她过两千五百美金的时候 给你过两千五百美金 你再赖笑了吧 你看看 这个不叫给钱啊 你要给多少啊 两百五十万啊 你够老实点啊 他来找你我不管啊 师傅 我们要 你看她现在笑了 看见吗 看见了吗 老实了吗 师傅 我们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放多少声 六十五张小房子 六十五张小房子 好吧 好的 放声多放一点就好了 好的 一直在给她 一千两百五十条 好的 我甲鱼一直也跟她放 那这个她 这是你妈是不 对是我妈 你妈呢 有钱的 叫她拿钱出来放声去 明白吗 太阳 我想问一下 她这边有个肿块老实起来 像鹅蛋一样大很疼 有时她会冒冷汗 哦 副骨沟这个地方 对啊 对啊 就这个地方 那咋办呢 左腿 对 左腿 对对 师傅真灵 蛮大了 这么大 对 摸得出来的 对 会冻的 是的 肉瘤 肉瘤啊 要开刀的是吧 最好 以后开刀 过了八十四岁 最开刀 好的 我告诉你 她差点得忧郁症 她过去有过忧郁症 你知道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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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 是的 师傅真灵 明白了吗 知道 师傅我们念小房子 师傅要针对这个部分 这个部位来念呢 那我不说这个灵性 灵性鲁说 灵性给她念掉呀 我刚刚讲了多少张 灵性 复古沟这个瘤啊 有点问题的 我告诉你啊 不是太好 里边有一滩 这个瘤里边啊 有一滩水 就是一滩水 可能时间长了不是太好 好的 那把它拿掉了 那我们就过了八十四岁以后 再跟她去拿 八十四岁以后 三个月以后 是吧 生日三个月以后 是不是吧 她过去还 还有过子宫肌瘤 真的 她不知道 因为她很早就接诈了 哎呦 哦 嗯 你要叫她当心啊 好吧 八十四岁之后吧 好的 看看明年五月份 好的 好吧 好的 你老实一点啊 念经啊 念 不要再吃荤的了 她念经 她从早到晚就在念 就除了吃饭睡觉 很精进的 嗯 蛮好 已经在修她的业了 本来她在七十 七十二岁到七十四岁的时候啊 她本来有一个官的要走的啊 OK 她还好念经啊 我妈老师说 说观神佛杀给她加了三十年的寿 她说 她摔过一跤 你问她 在浴缸里也不要在什么地方 摔过一跤 是 给她把天走掉 是 是 是 感恩台长 好 prescription 你听不听台长话啊 听啊 听啊 你看不想活了长一点啦 活了长一点啦 活了长一点 ívTu 之后 那个城里要听台长话呀 好好念经呗呀 好好好 给亡人要念经的呀 它在你身上 你会不舒服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它现在让你的两个关节很不好 你知道吗 还有腰很痛 听得懂吗 吃东西 一冷的东西 马上肠胃就不舒服 马上就堵住 对不对 掉头发知道吗 记性很不好知道吗 对 蛮好 他瘦蛮长的 他磕人的 他牙齿很长 他说磕人的 就是磕人的 他磕的人厉害的 他说关心卫萨哥 我嫁了三十年的时候 因为他一直念心经啊什么的 一直念 不是他磕人的 他磕人的 你有哥哥吧 有哥哥 有哥哥 你哥哥不是挺好的 是吗 讲都不要讲了 这种一看就知道了 一般不是台长老说 孩子是妈妈前世的情人吗 要看的 你看他这种人会有情不啦 情人们也要看的呀 胸的那个样子还有情人 情早就跑光了 我说的准吧 改不改毛病啊 给给 吃不吃全素啊 其实人是 许愿跟菩萨说吃全素了 许愿许愿 哦 好了 该吃的都吃光了 什么海鲜没吃过啊 还要吃啊 不吃 接在肠子里要接肠癌的 对呀 他们以 他是银波主节嘛 他们老是吃海鲜的 不可以吃的 对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他年轻的时候脾气倔的不得了 讲都不要讲的 凶啊 脾气倔 天不怕地不怕的 把事情埋在心里的 是这种 我告诉你 要教他 要教他好好改毛病 好好修行念经 台长 我如果一直去 帮他放这个甲鱼 一波一波的 是不是可以帮他 四十九 给他 延寿啊 也没问题的 每个月给他放四十九 给他放吧 可以是吧 好的好的 给他放吧 没问题的 好 感谢台长 他已经相信了 他的哥哥在他身上 哦 对呀 就是他哥哥 他哥哥在美国 好久都不来往了 你知道吗 好 好了 来找他们就可以了 对呀 找你们就可以了 对 你劝人家 人家来找你 上海话 你说 你看这个脸啊 实塌兮兮的 你看 实塌兮兮的 大家 我们要放生多少啊 放生多少 我刚刚不是讲吗 说一千多是吧 一千两百 那我们反正一直一直放 一直给他放 一直放 我一直放 我甲鱼也一直跟他放 他不想死的 他的腰不好 他除了这个腰不好 肠胃跟腰 心脏呢 是自然的衰竭 对呀 他心脏以前换过一个半膜 我告诉你 就是中风呀 对呀 就是吃荤的东西太多 他以前这个 胆固存太高 生物瓣膜就是二十年的有效期 还有三年 所以到时还是给他开一刀 是吧 换一个 弄不着呢 用不着是吧 死不了 哦 死不了 好 太好了 他不会死的 他不会死的 他很惊的 他懂的 嘿嘿嘿嘿 我叫他去看医生 因为他天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观世音菩萨 让我玩了上一丢 对对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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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真是的 我买美丽参加 Private很贵的 我一直叫他看医生 我叫他去开刀 不开 我求观世音菩萨 我相信观世音菩萨 觉得不得了 所以我说我已经叫 财长师父给你开 观世音菩萨叫你不要吃活的 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改不改啊 给给 给给 蛮好的 他很厉害 他很懂得保养自己的 很厉害 这个人 我刚刚看他图灯 他前世是护法生 真的啊 他在你们家里 你别看你 他在你们家里很厉害的 他说什么很有权威的 哎呦 哎呦 你试试看 他要骂人家 人家就倒霉 你问问他有没有啊 过去邻居啊 什么对他不好 他诅咒人家 只要骂人家 人家隔壁就倒霉 他不敢吵架的 不敢吵架的骂 背后骂呀 哦背后在心里嘀咕着呢 那不知道呢 他帮他妈妈说好话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的 感恩太早 感恩太早 非常感恩 感恩大臣 被关心 佛山摩克山 好了 感恩 感恩大臣 感恩大臣 感恩大臣